大家好,这里是Linvo说宇宙,我是Linvo 上回介绍了一些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系外行星 早先我们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主要是在太阳系内寻找 看一看另外几颗行星,包括各自的卫星上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环境 系外行星的探索相对开展的比较晚 毕竟它们距离我们都非常遥远 动不动都是多少多少光年 要想看到这么远的一颗不会发光的天体 想想就知道有多难 除非它足够大,并且还不能太靠近某恒星 太靠近的话就会被恒星的光芒所掩盖 所以截止目前通过直接成像法发现的系外行星 少之又少,估计还不到十颗 这个主要也是受限于望远镜口径大小 如果有足够大的口径 也是能够直接看到一些系外行星的 前些天新闻说的 我国将启动秘因计划 就是想通过在太空搭建虚拟望远镜阵列 来直接看到太阳系附近的系外行星 其中用到的VLBI技术 就是之前EHT拍黑洞时用到的 渗长极限干涉测量 不同的是拍黑洞用的是射电望远镜 这个VLBI它本身也是一种射电天文学测量方法 它用的是多个望远镜同时观测一个天体 这些望远镜共同组成一个口径相当于这些望远镜最大间距的虚拟望远镜 这样我们就能够建造一个口径几乎等同于地球直径的巨型望远镜 那还能再大点吗 不能了,毕竟地球就这么大了 除非把这些望远镜发射到太空中 这样就不受地球体积限制了 不过这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测量点之间的数据传输问题 因为观测过程产生的数据量非常大 黑洞那次实际拍摄的是8天 产生的数据量有7000TB 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 要尽快传输这么大的数据量 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物理运输 也就是直接把硬盘运过去 7000T也就是一堆硬盘的事 直接空运就好了 别说7000T 就是7000P也能一趟给你运了 但是这是在地球上 如果各个观测点在太空中 这运输起来就麻烦的多了 好了扯远了 还是说回发现西外行星的事 人类发现的第一颗西外行星 是飞马座51B 正好再顺带提一下 这里行星的名字 是由恒星名字的后面 再跟一个英文字母 就像上次说的 恒星后面带的αβ这种希腊字母 代表的是恒星的亮度排序 而行星名字里的英文字母 代表的是这颗行星在其恒星周围 被人类发现的先后顺序 最先发现的叫b 后面发现的就按cde这么排下去 注意它不是按距离排的 而是按发现顺序排的 为什么不用a呢 因为a可以被解释为母恒星本身 所以飞马座51B 它就是在恒星飞马座51周围发现的第一颗行星 它是在1995年被发现的 发现者正是拿了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马悦尔和奎洛兹 主要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在宇宙学 以及西外行星发现这些领域的贡献 自从他们发现了第一颗西外行星以后 虽然飞马座51B是一颗热木星 并不是内地行星 但至少有了寻找西外行星的靠谱方法 所以这也算是开启了天文学的一场革命 大家纷纷参与到西外行星的发现工作中 截至2018年10月 已经被确认的西外行星 已经有将近4000颗 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灵日法发现的 不过不是单靠这一种方法就能完全确认 实际上是多种方式相互验证 一起来共同确认的 灵日法很好理解 还记得金星灵日和水星灵日吗 原理差不多 就是一颗行星 当它从母恒星前面经过的时候 我们会观测到这颗恒星的亮度 会突然下降一丢丢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个缺点 就是角度比较受限 只能观察到那些可以挡住恒星的那些行星 比如说这有一颗恒星 行星如果是这么围绕它的转 我们在这个点观测的话 是可以发现这个现象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观测点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发现不了 当然即使观测到恒星亮度的这种微小变化 仅凭这个还不能完全确认 就一定是行星 因为存在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所以通常会配合另外的方式来一起确认 比如常用的镜像速度法 这个方法也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方法 飞马座51B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被发现并确认的 它大概原理就是 通过观测恒星的普线变化 来推测恒星是否发生了微小的移动 从而判断它是否受到了周围天体的影响 说白了就是 我们所谓的恒星 比如太阳 它相对于围绕它的行星来说 并不是一动不动的 而是大家都围绕着共同的质心在旋转 只是由于太阳的质量太大 这个质心其实就在太阳的内部 所以我们才近似的看称 大家都围绕着太阳在转 当一颗恒星的外面如果有行星的话 它本身其实是会存在微小的位移 其实在发现西外行星之前 人们已经观察到了很多恒星 都存在这种细微的现象 可惜这个位移量非常非常小 当时还没有朝这个方向去想 那这好多光年外的这一点点位移 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测量呢 方法就是根据光谱的多普勒效应 目前发现的超过90%的西外行星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验证的 当然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 它寻找那些质量比较大的行星比较好找 像木星土星这种 如果行星太小的话引力太弱 恒星的位移量太小 这种方式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在当前的设备精度下 它通常只适用于寻找 160光年以内这个范围 再小的行星 比如超级地球这个级别的 那就得用其他方法来寻找 比如脉冲星起始法 看过之前中子星那期的应该知道 脉冲星其实就是中子星的一种 是一种高速旋转中的中子星 加上它的自转轴和磁轴并不重合 所以它会周期性的发出脉冲信号 正常情况下脉冲星的转速非常稳定 也就是说它的脉冲信号非常有规律 由于中子星其实就是大质量红星的残骸 所以如果它的周围存在行星的话 它也会存在微小的位移 这就可能导致原本的脉冲信号 在时间上会出现异常 而对于时间的高精度测量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天文学家们就能以脉冲星的脉冲时间为基础 计算并推导出轨道参数 从而用来检测周围有没有行星 当然即使有在中子星周围的行星 肯定是不能适合人类居住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天体测量 重力微透镜等等 最后说一下寻找系外行星的意义吧 其实人类寻找系外行星 确实是奔着一举兴趣的 不过不是为了发现外星生命 更多的是为了人类的以后提前做的打算 我知道有人会说 人类现在离开地球都难 更别说太阳系了 别说我们这代 就是几代几十代 也不可能到达那么远的地方 现在考虑这些都是做梦一样的空谈 浪费资金 没错 虽然现在我们连移民火星都还只是梦想 不过至少这个梦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遥不可及了 当你脱离了个人角度看问题的方式 而能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他们是空谈了 而是一个需要提前很久很久很久的前瞻性工作 那为什么不等到若干年以后 等人类的科技成熟了 那个时候再去找不是会轻松很多吗 这让我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1970年那封著名的 NASA给赞比亚修尼的回信 为什么要探索宇宙 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吃不上饭的小孩 为什么你们舍得花数十亿美元去探索火星 这封信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疑问 强烈建议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 即使看过 不同的人理解可能也不大一样 简单说说我的理解吧 不管是探索宇宙也好 像这几期聊的 寻找适合生命生存的地外环境也罢 这类事情本身的回报 往往并不是其最初的目的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并促进的相关科学发展 你也许又会说 不用朝这个目标 科学也可以积累发展啊 就像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不等到若干年以后 等科技成熟了再去找呢 我觉得吧 做事情呢 总要有个目的性 而且这里的目的 更多的是人们给自己定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真实的目标 有多少科技的诞生 都是来自原本科学探索中的意外收获 而非目的性的成果 正因为有了方向 那些意外的收获 虽然和最初的小目标可能没太大关系 但他们大多也不会偏离原本的大方向 这只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可以留言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的同学记得点赞关注 林某说宇宙 我是林某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